今天讲两个豪车的段子 是新闻啊 真事 就前两天夜里在广州 广东台州 交警呢 正在路上查车 然后看见一辆这个保时捷 风车电车 然后呢 有一个斜警 这斜警姓金 这叫金警官报道里 金警官就发现 这保时捷一查 有7次交通违法记录 没处理 所以这个金警官呢 就坐这个司机位 坐这个副驾驶位上 跟他说 你把你的这个驾照 行车证拿出来 结果这司机呢 没带驾照 好 这下金警官就坐他车里 坐副驾驶啊 就说靠路边停 路边停 结果呢 这哥们不肯靠路边停 而且呢 还催着这个敢催警官说下车 你给我下车 然后 这个金警官正跟他说 说哎 你还牛什么呀 你那个五次伪装不处理 就已经可以扣正扣车了 我让你靠边停 你还不靠边 我甭一下 发生了什么情况 就这金警官话音未落 这哥们蒙踩油门 他那个是保时捷 那个冲力 金警官 靠在座位上 说这就干什么 这就干什么 哗一下 逃啊 后边这个交警 这个车 在后边这个追啊 而且还通知前方 通知前方的那个 那个警察啊 要拦这辆车 结果这哥们一路不减速啊 疯疯啊 后头这个警车一直名笔 在追 跟拍电影似的 但是呢 金警官有经验 他怕他做出不理智的事情 所以虽然坐在副驾驶位上 看着他这么风驰电车 金警官说话 还是比较冷静 就说 哎 大不了就是一个违章嘛 大不了就是违章带处理嘛 犯不着挟持警察呀 这哥们挟持了警察 这好就开 到最后 你就通知了前方警察 前方呢 不知是什么情况啊 出动了巡警 特警 鹤枪实弹 最后把他这个保时捷拦住 哗一圈人围住 拿这个枪 拦着 这一下 才把他拦住 就这时候 这哥们才啃 停车 然后呢 说到底你为什么呢 你为什么这样呢 七次违章 没处理吗 犯得着这样吗 结果这哥们也挺有意思 说我为什么突然加速了 就我等不及了 我要到火车站 接我姐姐 他就是说 这个理由 给人家给拘住了 还有一个 就是在这个 这个事情发生的第二天 就是反正相差一天 在郑州 郑州这个郑东新区 那有个叫商务内环 听说那商务内环上 业力经常有飙车的 叫速度与激情之环 那个郑州的交警 也是拦了一辆什么车呢 红色法拉利 这红色法拉利啊 它是就是超速 在这个商务内环上超速 是个女的开着车 副驾上坐这个男的 然后拦住了 拦住了也是要这个什么行车证 这男的没带行车证 然后呢 这警察就要处理啊 现场还有什么记者啊 拿这个采访机啊 这可能在录 然后呢 这男的就开始啊 爆爆粗 就说拍什么拍什么啊 就说还有那个什么 我家里啊 说你扣你扣随你扣 我家里十几辆车呢 十几辆跑车呢 甚至把警察抓伤 现在就是最后 当地警方现在说 这哥们就是说这个叫什么 辱骂警察 还把警察抓伤了啊 所以这个多项犯事的 给举起来了 人家就是网友 我发现纷纷都在说 说是这个财富跟道德 称反比 有些时候是这样 我现在通过这些事啊 我就发现有的人呢 财大真是气粗 我接触的人呢 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呢 是比较有文化 有教养的 另一部分人呢 就是哎江湖上的大哥 那么你真是觉得啊 这个这个他有时候不见识是财大 或者说是这个人脉广 哎就是这种人呢 确实他如果休养不够 要是再喝点酒 就非常容易这个气粗 有时候啊 人家有的人能忍啊 人家有的人还他就这样 但有的人 你现场就hold不住了 说我管你多少钱呢 你得懂得人的基本的 人与人之间的尊重 所以有时候酒席上 这熟人就大起来了 就是跟人家看不下去 这你不能太过分啊 那么就说这个财大气粗 我还想到啊 这个富二代我也见过一些 哎有一种富二代 哎呦那可真叫 你就觉得这父母可真是自豪啊 又见了这个我们这同辈人呢 这个就是叔叔啊 什么阿姨啊 就是千功有礼 而且你比如说 在人在英国留学 你到英国你去看看他 哎呀生活非常朴素啊 就是甚至是自力更生 自己打工 他就要跟着外国大学生一样 假期就是自己打工 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甚至于假期呢 哎要去什么保加利亚 还要去阿根廷做义工 哎你说这也是富二代 家里亿万富翁啊 可是呢当然 另一种富二代 我也见过 哎呦我就觉得这种富二代啊 家里啊应该就第一代应该就是洗脚上田的农民啊 或市民 因为什么呢 你会看得到啊 就这个孩子啊 没有好像没有任何文化 然后呢就剩下钱了 然后呢整天呢就是游游逛逛 一会儿到这个城市 一会儿到那个国家游游逛逛 那人家跟他玩的这个人 人家的各有各的工作也只能陪他玩一天 他呢就是这样晃晃悠悠悠悠 哎 就是缠着人家玩 而且呢你要跟他聊天 你就发现哎呦这个怎么说呢 小小年纪啊 你就 哎呦看我住酒店啊 我我我我我我住七星级的酒店 我住那个那个房间 好好给你看 你看你看这个这个这个房间多高级 或者说我啊衣服你要是稍微怀一个哎 说你这衣服可不便宜 我见过在一个是个什么呃牌子的哎呦至少得呃三四万吧 他什么你在见到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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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那才几万块钱啊 我这个是什么限量版的啊 我这个是什么一般买不到的啊 你看他哪还有一个什么呃签名 那我到最后会感觉啊 他这个孩子啊 他对于你觉得他不趁钱特别敏感 你说按说他是有钱人的孩子 可是他好像生怕别人觉得他没钱 拼命要跟人家去炫就说哎 我这包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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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多少多少钱 你好像你觉得他这东西要是便宜了 那简直就是侮辱他 所以说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 就这一种富二代啊 我跟他说话 我怎么就觉得他那么穷 我觉得还是穷人呢 这个话里话外透出来的都是那种 哎呦都是那种穷穷人呢 就是真是叫人家讲穷的就剩下钱了 就是你怎么那么敏感 别人觉得你钱不够 或者别人觉得你不够有钱 这不本质上就是 你都能够想到这就是当年穷家小护理 是吧 他那个思想虽然他们家发了 他们家有钱了 可是他当时的这种 这种穷啊 这种穷劲啊 你发现没有 这个计较啊 对穷的这种自卑啊 一直没变过呀 所以说 我见这种孩子 我就说这是富二代吗 这是比一般人都穷的 穷二代啊 心里还是埋着一个穷字啊 对穷二代啊 我来说富二代啊 对穷来源 是哪个穷呀 我去倒写地了 这种不是你 对穷乱的 又在那里还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